欢迎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217集 崔先生他们没有死 好人有好报 他今天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他和一新兴俩人 都被吹飞了 但是呢 却都撞在了一团灌木丛上 这团灌木丛没有尖锐的墓丝 简直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沙发椅 两人根本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 但是那燃熙和初一就不同了 纵然有之前初五的 妖火之权保护 但是面对着天雷 依旧被轰出了老远 重重的磕在了树上 他俩全都受了重伤 尤其是那燃熙 本来就失去了全部的妖气 如果没有那个妖火圈 拦下了大部分的妖气 这一击他铁定死翘翘了 初一离那闪电最近 一条胳膊报废 半个身子差不多都被烧焦了 这个冷静的卵腰 此时再也无法冷静 挣扎着坐起 忍不住的发出了低声的哀号 整个世界似乎就在这一刻安静了下来 但是崔先生明白 不是世界安静了 而是他们暂时失聪了 那道雷实在是太响 崔先生的耳膜 现在还在隐隐作痛 尽管耳朵里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但是眼前所见 却把崔先生深深的震撼了 看来大自然的力量 只有在大自然之中 才能真正的发挥到极致啊 树木被刚才那道闪电 批断了十几颗 空气之中 也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天上的乌云似乎安静了一些 按照现在的情势来说 应该是快下雨了吧 雨水会冲刷大地 冲走妖气和迷茫 为世间再次带来生命和希望 这是天道的根本 他和一新星对视了一眼 然后崔先生苦笑了一下 望着眼前的这一幕 燃熙和那初一都受了重伤 张氏飞和李莱英 也各自躺在远处 一新星的三顿纳身 硬是被这道雷给震没了 崔先生自己 连扣鼻使的利息都没有了 全部失去了行动能力 无论是人还是妖 崔先生心中感叹道 真是想不到啊 这次的决斗竟然会 演变成现在这副局面 难道这个结局 是早就定好的吗 接下来又要做些什么呢 再说说张氏飞和李莱英 张氏飞和李莱英两人 也将抠鼻使的利息用上了 一举将那两个妖怪的妖气 揍上了天 虽然被谭飞出了老远 但是张氏飞的心中 却是一阵宽慰 就在他本以为结束了的时候 没成想 他的眼前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 张氏飞当时还不清楚 这道有些泛红的光是怎么回事 他只感觉到眼睛一阵刺透 慌忙闭上了双目 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 这响声啊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 给张氏飞的感觉 就好像是自己的心爆炸了一样 响声过后 双耳就再也听不到了别的声音 张氏飞慌忙睁开眼睛 他这才意识到 什么叫做头晕眼花 真的 头晕眼花这个词小学就学过 但是真正理解到这个境界的人 却寥寥无几 张氏飞这时真的领略到了 他睁开眼睛 发现眼前是一片金星啊 就好像是无聊的时候 闭上眼睛 用手指头戳完眼皮以后那样 眼前看不清东西 耳旁尽是轰鸣 张氏飞不由的紧张了 但是他却没敢乱喊 生怕再惹来什么祸端 过了好久 他的视力终于恢复了 耳鸣也不那么严重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 眼前的一切令他惊呆了 他自然是瞧见了那 燃熙和初一的狼狈样子 也瞧见了地上的大坑 更瞧见了那些被批断了的大树 更深的是 一棵大树被批断了以后 竟然向他这边倒了过来 不得不说呀 这就是狗屎晕 如果张氏飞的腿 再靠前一点的话 一定会被齐刷刷的压断 以后就彻底告别自行车了 天又善人 是这么讲的吧 张氏飞心中一阵后怕呀 也不知道为啥 脑袋里面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他睁开了双眼 还是无法抑制住狂跳的心 四周终于安静了下来 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吗 一时之间就连他也无法相信 就在这时 崔先生的声音传来 小张 小张 能听见不 张氏飞这才回过了神 他转过了头 发现崔先生和易欣欣两人没事 心中满是欣喜 太好了 看来报应这一说 确实存在呀 刚才那雷落在了初一的身旁 将他半个身子都快炸没了 但是呢 四人却都没什么事 只见了李来英 似乎是昏了过去 但是这已经不算是事了 命保住了 大家就赢了 于是张氏飞便咳嗽了一声 然后虚弱的对着崔先生说道 能听见 镇死我了刚才 少废话了 崔先生的身体已经暂时的瘫痪 和易欣欣一样 浑身上下只有一张嘴能动他 只见他对着张氏飞说道 还有没有力气 赶紧的站起来看看那个损贼 崔先生嘴里的损贼应该就是15了 一提到15 张氏飞便又是一阵苦笑啊 他祖母的 刚才真是吓死他了 虽然他嘴里说的都是一些敞亮的话 但是面对着那么强的妖气 张氏飞的心中要说不害怕 那就太假了 张氏飞现在还有点不相信 自己和胖子刚才的那一击竟然如此漂亮 以至于现在的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呢 不过听崔先生这么一说 他也就没再多想 由于刚才撞在那树上 索性的没有磕到后脑 只是后背火辣辣的疼 但是也不妨事 张氏飞一咬牙 用手支撑着地 慢慢的站起了身 不过张氏飞还是太过于高估自己了 仙谷之戏已经耗尽 身体还受了很严重的伤 刚站起身的他 险些再次摔倒 幸好他及时的靠在了树上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啊 那卵腰初一 见到这个家伙竟然还有力气站起来 不由他真慌了 因为他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糟了 被天雷轰掉了一只胳膊不说 现在浑身发麻 根本就动弹不得 如果这时候张氏飞想取他性命的话 简直是太容易了 于是他也没敢多说什么 甚至将疼痛的身影也强行的咽到了肚子里 又休息了一会儿 张氏飞只感觉到恢复了一丝的气力 这才跌跌撞撞的向前走去 他此时其实也很想干掉那个初一 还有燃熙 如果他还有力量的话 大家现在都是半斤八两 张氏飞很明白这一点 于是他也就没再搭理那初一 而是向十五走了过去 卵腰十五 此时浑身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妖气 他趴在那里 一动不动 就好像是一具尸体 而那跟他拼命的卵腰初五 此时却当真是变成了一具尸体了 早在天雷降下之前 初五就已经死了 那张氏飞格里兰英 最后将他俩的妖气打飞到了天上的时候 初五的意志就随之消散 失去了意志 他的身体迅速的被绿火吞噬 所剩无几的几块骨头 如今也化成了点点的白光 最后只剩下了一枚卵腰结晶 静静的躺在那里 张氏飞才向前走了两步 忽然的卵腰十五竟然动了一下 张氏飞心中一惊啊 心想着都这样了 你还没死啊 不会吧 如果这十五还没死 而且依旧有力量的话 那他们几个可就当真是再见难逃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地步 甚至奇迹都用完了 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只能听命运的安排了 张氏飞见到初五的身体颤动了一下 便下意识地迈了一大步 不成想竟然跌倒在了地上 张氏飞挣扎着爬起的身 正和那十五大眼对小眼啊 那十五趴在地上 慢慢地抬起了头 然后望着张氏飞 此时的他心中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失败了吗 他心中想道 不 我不能失败 十五此时满脸的血污 只见他咬着牙 然后虚弱地对着张氏飞说道 杀死你们 我要杀死你们 张氏飞本来是挺害怕 这十五会忽然爆发 不过见到他现在这副模样 张氏飞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有的却并不是害怕 而是一丝凄凉 并不是他见到那十五已经没有了力气 而是看见那十五此时的眼神 一时之间 张氏飞心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想法 他觉得自己其实和十五也没什么两样 都是命运的玩具罢了 十五为了给自己的父母报仇 选择了一条复仇的道路 为了得到力量 他选择了放弃一切 吞噬自己的兄弟 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 也许他根本不会想到 最强的顶点 却也是他一生的尽头 自己呢 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其实张氏飞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这一点他从不否认 为了救李兰英 放弃了等待了多少个轮回的梁玉尔 尽管张氏飞一直在心中告诉自己 自己是逼不得已才会如此选择 但是选了就是选了 这一点毋庸置疑 张氏飞望着那满脸血 无泥土的十五 他觉得其实自己跟他是一样的 为了目的 都可以狠心的抛弃一些东西 还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 是啊 有些事情是没有选择的 这就是俗事 操蛋的俗事 张氏飞晃了晃脑袋 然后站起了身 挣扎的来到那十五的面前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然后对着十五轻声说道 放弃吧 已经结束了 不 那十五瞪着张氏飞 还没有结束 说话间 他竟然颤抖地将那卵腰初五的卵腰结晶 抓在了手里 然后对着张氏飞说 我还没有说 只要我吞掉这个 张氏飞依旧没有害怕 只见他一动未动地坐在那里 然后盯着十五的眼睛轻声地说道 你这样做 又能代表什么呢 那十五望着张氏飞 张氏飞的眼神让他很是讨厌 又是这种眼神 十五记得 刚才那本来已经死去了的初五 就是这种眼神 似乎能够看穿他的内心深处一般 十五讨厌这种眼神 不光是讨厌 甚至有些害怕 他害怕自己被别人看穿 他很害怕自己会被别人说是弱小 他想要挣扎着战绩 可是一用力竟然又喷出了一口血来 只见十五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然后对着张氏飞说 你知道什么 你能知道什么 唉 你说得很对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这么做 你真的会快乐吗 而且你现在这副模样 真的是你的父母所希望看到的吗 你真会快乐吗 这句话让十五愣住了 嘴角的鲜血滴在了地上 他忽然想起了刚才 就在妖气即将爆炸的那一瞬间 他确实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大仇以报的感觉 但是那种心愿已了的滋味 却根本没有出现 取而代之的则是无尽的空虚 难道我的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个结局吗 十五想到了这儿 不由得发出了痛苦的深夜 此时此刻他再也骗不了自己 他很明白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借口而已 他最恨的只是自己 他最想做的 其实就是杀掉自己而已 十五渴望兄弟 但是他出生的时候眼前只有一片荒芜 十五渴望亲情 可是他的双亲却被自己的兄弟夺走 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啊 其实从那一刻开始 十五就有了寻死的念头 燃熙说的没有错 他们是工具 这副皮囊对他来说 不过是一具用来杀戮的工具罢了 这又能怪谁呢 一件工具偏偏有情感 也许十五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没有喜乐的尽头 一时之间十五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长久以来通过不断自我欺骗所建立体的价值观轰然倒塌 寸瓦不留 父亲 母亲 十五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此刻都要抽离身体 他再次的想起了老言对他说的那句话 那是一个西洋落山的时候 与现在的场景截然相反 老言坐在门口 一边抽着汗烟 吐出辛辣的烟雾 一边摸着十五的脑袋笑着说 你问我为什么要让你笑 这简单的问题还问啥呀 遇到难事了 哭也是过 笑也是过 笑比哭舒服啊 傻小子 笑比哭舒服吗 十五紧闭着眼睛 他的浑身开始颤抖 他清晰的记得 就在老言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不停的催促他快跑 十五长大以后 心智越来越成熟 他其实很明白的 老言根本就不想让他报仇 不想让他报仇 是怕他会受到伤害 对于老言夫妇 这个孩子就是最重要的 确实是这样 十五的内心已经崩溃 许多平日里他不敢想的事情 此时如同潮水一般 混合着以前的记忆袭来 张世飞望着十五没有说话 也没有动 甚至都不想去阻止他 吸收那初五的腰乱结晶 难道是同情这个十五吗 不 不是 就连张世飞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是为了什么 他心中想 如果我愿意的话 虽然不能杀掉这个十五 但是还是有力去 去把这颗腰卵结晶抢到手 但是我的身体却不想动它 这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我是在期待吗 期待这个命运 同样挫折的家伙会悔悟 期待这个世界上 其实并不存在着 完全的恶和完全的善嘛 张世飞不清楚自己的想法 即使是过了很久很久以后 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当天的他 到底在期待着什么 乱腰初一不敢开口 远处的崔先生和一新兴也没有说话 崔先生望着张世飞坐在地上的背影 然后和一新兴相视一笑 虽然平时对这两个家伙连打代骂 可是崔先生很清楚 现在的张世飞已经成长了 他的语意渐渐丰满 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 崔先生不想再去干涉他的选择 只能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到底会是怎样的结果 事实上直到最后 那个十五也真的没有去吸收那初五的腰卵结晶 他不想 是的 此时的他已经是日薄西山 直到现在 他才敢真正地面对自己 他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 根本就只是一个借口 他太累了 忽然他的身体开始不住地抖动抽搐 同时再次呕出了一大口鲜血 张世飞见到他这般模样 便不由得张嘴说道 十五 别叫我十五 只见那十五颤抖地摆了摆手 然后吃力地抬起了头 望着张世飞 我的名字 是颜笑笑 说完这话以后 只见那十五的身体 发出了一阵军烈式的声响 他的皮肤竟然好像石头一般的裂开 这是妖气使用过度被反噬的结果 十五早就料到了 数百枚腰卵的腰气 他这副身体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地驾驭 甚至连一般的腰气都没有用到 就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 只见那十五不停地喘着粗气 你 这个你字说出口以后 十五的身体再次发生了剧烈的痙磷 他的脸上也开始出现了那些裂痕 鲜血最后一次涌出 张世飞对着十五点了点头 是以他不用说了 他俩之间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十五的这句话也就没有说出口 张世飞不清楚十五到底想对他说什么 是感谢还是诅咒 算了 这都不重要了 到了这一刻已经全都不重要了 挣扎了片刻 十五终于不动了 他就那样的侧躺着 脸上的伤口所躺出的血液流进了眼睛里 然后再从眼眶中溢出 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他哭了一样 只见那十五将眼睛紧闭 挤出了那几滴血液 滴在了地上 湿润了尘土 十五咬着牙 然后颤抖地说道 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呀 为了回忆 张世飞轻声地说 你背负的东西太重了 该放下了 去吧 你的父母应该还在等你 等我 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十五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地枯竭 在最后的关头 他的神志似乎都有些模糊 虽然张世飞以前一直很讨厌这十五 但是面对一个即将死去的生命 张世飞忽然觉得 其实自己是有能力 而且可以让他快乐一些的 虽然他对那十五说的本就是谎言 用最基本的常识就能证明 张世飞一生之中撒了无数的谎 这个无疑是漏洞最大的一个 但是此时的十五心中 却当真希望这是真的了 只见他颤抖地说道 可是 可是我 可是我是妖卵 张世飞知道十五要说什么 于是他便对着十五诚恳地讲 相信我 你是有灵魂的 灵魂这个词 对十五这个妖怪来说 是多么的动人啊 只见十五不停地抽着鼻子 忽然之间 好像痛苦已经离他远去 只见他用梦意式的语气说道 灵魂 我真的有灵魂吗 他们在等我 他们真的在等我吗 是的 我真的有灵魂吗 张世飞低着头 他们已经等你太久了 你们是时候 团聚了 纵使脸上尽是裂痕和鲜血 但是十五听到这句话之后 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喜悦 这种笑容 并不是他平时的那种 没有任何感情的笑容 反而看上去很真振 就好像是孩童一般 只见他喃喃地说道 是啊 我自己一个 实在是太久了 我好想你们 我好想你们 你们来接 来接 卵妖十五说到了这里 便没有再说下去 他睡着了 他最后的睡脸很安详 尽管眼睛里面流淌下一行绿色的鲜血 但是嘴角的笑容却永远定格在了那里 直到他变成了点点白光 那抹笑容都没有消失 本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